哈喽大家好我是芳姐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我就是做饮品的原材料的一个市场 然后因为我已经好几年没做饮品了 但是这一次呢我可能会计划要开一个 就是甜品外卖店 然后现在过来看一下 当然我原来的那个供应商 供应厂家他们都已经发了 然后这里是一个新的 来我带大家看一下啊 啊可以喝好多东西了 然后做的饮品是 就是找这种原材料厂家都是可以教学的 都是可以教学的 我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市场 是在广州恐天的一个地方 我要找的那一家 哦这个地方我记得我原来来过 它但是原来没有装车这么好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不是说卖几瓶几瓶 但我们偶尔会开开了以后长时间不用就坏了嘛 所以我们放冷藏最大化的 你让它时间有一点 当然这个是常温的 1.2千克的是吧 对 嗯 嗯 闻的闻到了 闻的闻到了 你直接喝一下 我这个是直接加这家手的一个 就是你可以直接试到我们原料的一个品质 是 就是一个 金菊柠檬酱或是品质的 在让我想起 之前做奶茶店的时候 就是没有多大的一个量 就必须要自己淘汰茶店 然后去拿去 我记得最深刻的意思就是 然后 对 拿了好 几瓶果酱吧 就是要拎 拎不动 然后在那个 下电梯口的那个楼梯上 然后那个果酱从上面滚下去了 滚下去了 然后那个果酱全部打翻了 打翻了 哇全部流出了好多果汁呀 啊 那个时候真的是丑死了 然后拿好多果酱都流了一大碟 然后好好用好心人来帮忙 把这个全部清理干净 啊 就是创业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好在都熬过来 曾经也做了四十多家店 就是你努力付出 我感觉总是会有回报的吧 这是筹菲的这个奶茶店 嗯 首先是跟一个现有的一家店去合作 然后把他们嗯 店铺增加一些新的品类 真正的如果要开启我们自己的店 可能要去到明年的四月份 因为今年的冠季已经快要过去了 好